郭台銘現在就像一個 第一次要參選立委的人 怎麼講呢 他就是說我要選 我就去地方 我們就說會那個軍公教 你不就去處理一下 他說好 我絕對會處理軍公教 遇到支持核電廠了 他就說核電廠沒有問題啊 現在科技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然後人家講說機器人 他就說機器人沒問題 機器人都可以去打仗 人家跟他講詐騙的問題很嚴重 他就講詐騙 沒問題 九十天我就把他解決了 什麼都沒問題 然後人家跟他講說 為什麼現在很多活動 都沒有唱國歌 他很奇怪 他去那個共産建議員會對不對 那個共産建議員會 一開始有唱國歌 應該也沒有 他坐在那裡說林輸好 打籃球沒有唱國歌 如果我看一看直染的 人家不會說林輸好什麼 有沒有唱國歌 會說把球傳給智傑 意思就是說傳到 傳到Jodan傳到智傑 這樣才贏 你不要去講那些 尤其郭台銘去蹭那個運動選手 最笨 最功的就是這個 因為你平常是沒在看 像那天的張三仙去看桃園樂天的球場 還去集齊樂天叫人穿客隊的球衣 樂天的主場要穿白色的 不是穿紅色的 你給我穿紅色的 那天就叫美食 政治人物去蹭這種運動是最笨的 郭台銘現在的做法就是說 有人要建議 他就收起來 就四個三個亂說 他以為他還在紅海 可能他說這個核電材 可能開一次 以前是紅海 他就說 去給我研究一下那個小型核電廠 微型核電廠 微微型核電廠 家用式核電廠 通通去給我研究 我們就全軍去研究 說機器人 我之前在研究 那個PayPal現在倒了 你還要研究機器人 可不可以作為國防用的 一年給我生產八萬隻 八十萬隻 八百萬隻 他都這樣說 因為他是紅海總裁 總裁交辦 可是他現在是要選總統 他這樣三個亂說 實在很費用 那天啊 他的公安公司 你要表現說你這個韓粉 你對韓國語很抱歉 所以你要用手寫 他就把他寫在四張 鋪上去 他用的大小 差不多這樣 就是這樣 我用來看 這個核 你也複製了一份就對了 我問你 你如果寫這個核 一般都叫做小超 小超就是說 這個小超 我放在這裡 我在說這張 說後來換這張 換這張 結果給我實際看到 實際給我放下來 放下來就說 那剛剛王毅川都用小超 郭台銘如果這樣子放在桌上 被旁邊那個張顯耀拍了 張顯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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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說郭台銘那天跟韓國瑜講話 是郭台銘自己用手寫的 肺腑之言 而不是這個幕僚寫的 記者再去問說郭台銘 郭台銘那個是不是你的字 他說對啦 我的字很醜啦 抱歉 但是我不想叫幕僚寫 因為我是澄信耀跟韓國瑜道歉 所以我用手寫 如果知道去給張顯耀拍 這樣你不才會得分 你什麼 自己嚇嚇的 自己撲上網 那不得分 你就要竟然跟你投資 那種才會得分 雖然我沒有支持你 剩下五一七沒幾天 你搞一個撇步看來穿過五趴就對了 你如果要做這個工作 雖然我知道你後面 你們公安公司 後面跟你包三條大廠的 這禮拜剛 高雄洪山有一頂 再來是台東的隔壁站有一頂 張榮衛叫這個洩典林 付這頓完 高雄洪山那頂是王津平頓完 最後一頂要回來班橋 班橋那個所在就是班橋提議長 你不一定照得對 因為剛才你們佳龍照 那好友他就不要照他 所以大家要注意 你民進黨會記仇耶 對 班橋在外面外面那個廣場 三場造勢活動 還包括進行三條的直播 這都是整個整套的這個操作 對郭台銘來講 各位沒有看過什麼首富的復仇 你要讓首富抓狂 因為我們不知道 朱立倫到底跟郭台銘講了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朱立倫是跟郭台銘講說 這樣我們就演到五二零之前 你就盡量去演 我不一定會給你拿名 你去拚看看 第二種就是說 我有可能會提名你 你好好地去拚看看 可是很緊張就說什麼 今天提名郭友宜 郭台銘都沒有 對啊 昨天那個節奏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今天 最機密消息 今天又說後面又要辦三張大張的 本地那個已經全劇中 什麼還有第二劑 現在又要訂演了 所以這整個其實是高潮跌企 所以對郭台銘來講 他這次滷下去了 錢也開下去了 也拚下去了 郭台銘你這條 還要收起來就對了 收起來了 人家它選佈了 你就再浪港去美國 你也是看不去 所以我就是說 你很會教唆別人選到底 不是 你就浪費了 你頂上 你用創一刀 現在還創一刀 你憑什麼當人家首富 你現在人家都叫你阿明 對不對 拖鞋阿明 如果抓狂 穿的家出來軟 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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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取得復仇 大家要注意看 首富的復仇 吐成阿明如果抓狂 我看朱立倫 這一團也很難收拾 晚間十點 敬請鎖定 正知道了